可以了 最后一个声音可以吗 可以吗 声音还可以吗 相当红杆 好 相当红杆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感谢梁老师今天接受成天的采访 我们从人口话题先切入 好吧 我之前看到您的几个数据 也是对外公开的采访和发言 您讲到说本世纪末中国可能只有3 4亿人了 比今天可能少了10个亿 再比如您说 比2023年总人口又减少了200万 人口资产增长率为负 今年可能这个数据出来更加的夸张 我们从一个曾经占世界30%的人口大国 变成一个新出生人口可能不到世界1%的 您用了一个词叫人口小国 这样的数据其实我们听起来是挺吓人的 但是宏观的经济的数据这么危险 一落实到个体身上 体感又不是非常强烈 这一代人他想说那都是100年 几十年以后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它可能会是一个极其挑战人性的事情 您怎么看这样一个错配 个体跟宏观经济之间的这种错配 对今天其实聊聊年轻人怎么样看待人口 人口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其实对年轻的影响呢 其实更加现实更加直接的 就比如说我一辈人那可能再过20年30年 反正我已经是年纪大了 也不会工作退休了 对我生活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影响更大的就是现在年轻人 就像一个家里家庭一样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他没有孩子 那他到50几岁的时候 他的生活跟有孩子会有很大的不同 那在国家层面呢对啊 在经济层面呢 如果现在的年轻人不生孩子 或者整个国家的话 生的孩子非常少的话 那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那整个的这个经济 它会形成一个非常这个增长缓慢 或者是一个滞胀 或者是一个萧条的一个状态 那他的这个整个的他的收入会受影响 然后再他再年纪大一点到退休的话 他可能就会领到非常少的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养老养老基金 或者他不得不一直延迟他的退休年龄 可能到60岁70岁都退不了休 可能未来退休年龄可能到75岁80岁 就是有可能 所以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的话 是这个影响20年以后的影响是非常值得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经济放缓 其实跟20年前之前的那一波的 人口形成人口的下降 当然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独生子女的政策 下了一个台阶是很有关系的 那未来的话 如果在现在这个已经比较低的这个台阶下 还是说人口再下一个台阶的话 那对现在的年轻人的未来的收入 未来的养老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不生的话 等到他60岁他还退不了休 现在大家我们都很好嘛 现在的五六十岁的老人他都已经是可以退休 而且是领到不错的一个养金 但这个不可持续的 因为未来这个年轻人比老人少了一半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基本上是到金斯坦的8421结构 这个未来的老人肯定是要么你的养老金减半 要么你就是你肯定要延迟退休到七八十岁才可以 那您估计90后的如果照这个速度人口的衰减 照这个速度90后的退休时间到多少岁呢 80 对现在日本已经是70多岁了 那日本的人口的老化或者它的少子化 比中国可能早了30年 那中国就是30年以后 它的退休年龄肯定跟日本会差不多的70多岁 而且现在这个趋势的话 中国的少子化严重程度比日本要严重得多 就我们现在按照最新的数字 就是平均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 那日本呢还是生了1.3个孩子 我们知道这个都生子女政策 是前几年这个停止的 停止了以后 有惯性 但是还是只是生了一个不到 所以未来可能还问一下 讲未来因为中国的这个生育成本 我们判断有可能的话 可能是世界上生育成本最高的国家 相对于我们的收入来说 所以我们的生育率也可能是实际上最低的 所以1可能还不是一个最低的 可能生不到一个孩子 那0.8个孩子 现在是韩国是世界最低的 那就不是一个年轻人养两个老人 那这个他的这个养老负担 跟他的退休年龄就会比现在更糟糕 明白 那这个我作为可能在一个国企大院长大的孩子 我有这样一种体感 就是我父母那一辈 我发现这个国企 因为我在西安陕西 有很多的叔叔阿姨是从上海 从北京 他们当年西部大开发 当时过来的时候也没想着说 留一个上海户口干嘛 那个时候非常响应国家的号召 当时这一代人我觉得集体意识很强 可是当我们这代孩子 大家都非常强调悦记 说90后非常懂生活 非常懂怎么讨好自己 让自己享受生活 或体验生活 他是这样一种观念 好像光倡导 已经不足以让他去生孩子了 那您觉得有什么好的办法 让这一代人能够去开始生呢 对我一直是说 我不是说这个要年轻人怎么样生 如果只是算生孩子这笔账的话 那肯定是不合算的 因为养孩子的很多的好处是整个社会的 创新力等我们谈谈年轻人跟创新力的关系 就国家的创新力增强了 但是是整个社会收益 然后养老体系更好了 那也是整个社会的养老更好 但从每个年轻人来说 他对孩子所付出的时间 金钱的精力 是自己付出来的 而不是社会给 然后他的很多好处是社会打走 所以算这笔账是算不过来的 所以这个解决的办法 这个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囚徒困境 就是每个人从自己利益出发的话 都是选择了一个整体 不是最佳的一个策略 最后是每个人都会受损 那这样这种囚徒困境 如果要解决的话 那只有从政策上做一个调整 也就是说在社会上的资源 要更向年轻人去倾斜 或者是向有孩子的家庭倾斜 比如说养孩子的这个 至少是直接的财务支出 政府就给了 那如果你有两个孩子 那可能就拿个几千七块钱 上万块钱 等于是全职的妈妈 或者全职的爸爸 就等于是打一份还可以的工 这样的一个收入 那这样的财务成本 就全社会去承担了 那这样的话 如果算这笔财的话 可能年轻人 还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 或者更多的年轻人 会考虑生孩子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因为这样的话 才能是我们整个社会 走出这个囚徒困境 最后做到全输的 避免这个整个社会 全输的这么一个状态 明白 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 说北京上海 要抚养一个孩子 从出生到上大学 成本要一百万 中小城市 三四线城市 可能要二三十万 最后平均下来说 全中国养一个孩子 在上大学 可能要三十七万 那这样一个数据 其实我们平摊到说 每一个月 包括您之前提到说 拿国家GDP的3-4% 发给这些家庭 那到底是每个月 能拿到手多少钱 就能够让大家觉得 这个就还不错 就能把养儿的育儿的成本 给承担起来 他到手一个月多少钱 才行呢 对 你这个很容易算 就是你如果是 百分之四的话 我们现在人均GDP 是 我们算总的GDP好了 总的GDP是一百三十万人民币 一百三十万亿人民币 那百分之四的话就是 差不多五十多万这个人民币 那五十多万如果分到 比如说九百万个孩子的话 那每个孩子可以拿到六十多万 那六十多万不是一次性的 那这个六十多万要分摊到 这个孩子刚出生到十八岁 如果分到每个月的话 可能两百个月 那每个月的话就是 可能是要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 就是如果两个孩子 可能就是要这个六千块钱 当然这个具体什么形式 有的是现金 有的是这个个体 个人所的税 或者是社保的税的减免 这个都是有各种形式 大家可以看我详细的文章 但总的来说就是说 你看每个月三四千块钱的话 也是说差不多是一份 还可以的工作 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 六七千块钱的话 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 基本上确实需要这个钱 才能弥补孩子的直接成本 如果是发几百块钱 那肯定是不够的 明白 如果是或者说一次性的 发个几万块钱 那肯定也是不够 也是被水车铁 那会影响人家去要多生孩子 但如果确实有几个月几千块钱 作为一个收入的话 还是比较可观的 至少是可以覆盖了整个孩子的 这个直接成本 那直接成本覆盖了 就是孩子的话 还是有其他的时间成本 但我可以讲 还不够 还是要有些更多的 帮助家长 帮助尤其是妈妈 省时间的这样一些措施 比如提供很好的托儿所等等这些 那才可以 这个都有帮助 那我们什么样的措施 都可能是需要考虑的 不光是直接的成本 还有时间的成本 帮助职业妈妈去省这些时间的话 那才能会形成更多的这个人 能够生孩子 会有显著的才能提高 我们现在的很低的生育率 我记得您之前做过一个预测 好像3%到4这个钱 就像您说的一个家庭补贴60万 把这个钱发到位以后 一年能多增加200多万的新生儿 这个预测准确吗 差不多 如果只是看直接财务成本的 这方面的补贴的话 没有考虑到其他政策的效果的话 那我们的这个补贴的力度 差不多跟其他的发达国家差不多 就是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多的 比较慷慨的可能是给3%到4% 日本也是接近2% 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 如果没有做到的话 也只能够达到跟其他发达国家 差不多的生育率的水平 甚至于说是比其他发达国家 还低一些 因为其他方面的中国的社会成本比较高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跟日本差不多 就是从现在的能够提高到1.3% 已经是非常好了 明白 就是不要说我们日本是鼓励生育没用 人家鼓励生育 现在他的生育率比我们还是高很多 他有1.3个孩子 我们才1个孩子 而且我们还会降 那比我们多0.3个孩子 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那0.3个孩子差不多就是200多万 明白 他见到成果了 日本还是见到成果了 对 如果就是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把这些其他的时间成本的措施 都能够补偿的话 那比如说托儿所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开放外国保姆进来 外国保姆可能一个月可能只要3000块钱 现在如果顾个保姆的话 可能要1万块钱对吧 月扫那很贵 还有比如说辅助生育的这些技术的一个福利跟开放 等等这些措施都做到的话 那可能能够达到1.5 1.6的水平 那可能再多一两百万 明白 但还是会比那些北欧国家低一些 北欧国家就是他可能是模范了 他真的是能够到到接近二的水平 那差别在哪呢 就是中国跟东亚这些国家 跟这些欧洲的国家差别在哪 那还有一个很根本的也是最难的问题 就是教育内卷的问题 那教育内卷怎么样改 是一个很复杂的话题 可以讲很久 那我们这种高考制度 那我们这种中考高考 现在又卷到考研去了 这种考试制度的话 给家长给孩子带来很大的时间 跟精神上的压力 那这个确实是 也会很大的程度上影响我们现在的低生育率 明白 如果我们单讨论给钱这个政策 那我看好像全世界方面 给钱最多的是法国 德国 法国好像一个月要给300多欧 我看到的数据 那其实折合过来 我们现在给钱的各地方政府 哪可能全国最高的是 是不是深圳 深圳可能要给 这个生第一胎给7000 生第二胎给15000 生第三胎可能更多 这个还远远不到人家的可能几分之一 那距离您说的3%到4也是有很大差距 说给60万更加是没可能 那到底我们说3%到4 您的这个想法政策 包括很多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个数据 在落地的时候 它有多少合理性 结合我们目前的国情 多长时间能实现 为什么中间有这样一个gap 对 法国就是他每个月给几百欧 那确实是整个 他的gdpt拿出了3%到4来鼓励生育 那你说深圳你刚才说的数字 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嘛 对 几千几万块钱 那这个就很小了 那中国你是问 中国是不是有这么多钱3%到4 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 这个最可以给出这么多钱的一个国家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它的投资率非常高 就投资率是40%左右 曾经一度到50% 而其他发达国家呢 一般在百分之十几 那过去这些投资 当然说非常有用的 也是非常高效的 投资到基础设施建设 电厂啊高铁啊 机场啊这些 厂房还有这些这个制造型企业 但未来呢 这些方面的投资趋于饱和 其实不可能一直有这么高的投资率 那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刺激它的方式 包括给钱 包括您说请保姆 包括等等这样措施托儿所 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障碍在思想层面 比如说我从一个90后的组建一个新家庭的角度 我身边有非常多的同学和朋友 都跟我一样大 9394年92年 那我就发现呢这个女同学呢 她普遍内心有这样一种声音 就是从小一起跟男同学一块上学 对吧 我也工作 然后大家都是来到这个人生阶段30岁 凭什么我要生孩子 呃大多数可能都是在父母的这个 可能啊不不不不断的在在在在告诉他你要你要生啊 然后包括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的压力 呃婆婆啊 我结了婚以后怎么样他才去 但其实上他内心他是抗拒他不想承受这个痛苦的 他甚至希望说晚一点35岁 呃我我我现在还要享受我的生活 那为什么你男同学就可以 就是说很轻松的这个把这一切都度度过 呃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就这一代的 我们这代人可能可能女生会会 会想呃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 从这个实际上来说没有 呃早早的跟晚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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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的差别 像啊我在念这个博士的时候就很多很多 这个同学吧女同学 在美国啊在美国在斯泰福大学 他们其实是在博士生阶段啊他们生孩子 这个好像是一个比较流行的 因为那个时候压力比起工作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大 他的时间也比较灵活啊就是差不多是二十七八岁吧 就在呃这个阶段的话跟你后来其实也是差不多 当他然后工作了以后当上助理教授的时候那又又会变得比较啊比较忙一些 都是这个实际上都倒倒倒倒是没有说一定是前期跟后期啊 啊但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确实是年轻的时候会更辛苦一些有些他的享受会往后推一些对吧 但是现在人的寿命很长啊就是现在人的寿命对吧活到九十岁对吧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能肯定能够活到九十岁然后甚至于说更更长 那你呃如果五十岁以后有孩子跟没孩子生活 我觉得啊还是这个满足感跟他的这个呃 丰富程度都会都会是不一样 嗯明白嗯我只是想表达可能我们的刺激政策啊 呃也许到不了一线城市的这个新青年 因为他可能觉得比如说一个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女性 他觉得我一年的年薪也六七十万你给我补六十万我还是不愿意生啊 我希望晚一点三十五岁或者我甚至比如说把工作告一段了我去度个假读个博士我再来生孩子 嗯这样对高收入的人群来说确实一个月几千块钱可能还不够可能还不够 就是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强调了这个不一定是完全是现金的形式 有一部分是现金可能一两千块是现金 还有部分是可以通过所得税还有是这个社保税的减免 那这个对于付很多所得税跟啊社保税的啊来说的话 啊如果是减一半甚至于全减全免的话 那其实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收入 明白呃之前您在采访中也谈到您说本世纪末中国可能只剩三四亿人 可是现在美国就只有三亿多人 那三亿多人是个很大的问题吗 他不也就三亿人 他不也是个强国吗 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疑问 嗯 嗯 对美国之所以是强国就是因为他在发达国家里面 他是人口最多的啊 这个人口跟创新力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其实是呃现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呃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也多 那你可以研发投入就越大啊这个其实一直是这样 那现在的这些新科技比如说对吧我们像人工智能 比如说机器人还有这个互联网平台对吧 这些实际上最有钱的这些公司啊 有主要是美国公司吧 有一小部分中国公司都是这个类型的高科技公司 那这些公司的话受到本国人口规模的就很大的好处 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跟以前的制造业还不太一样 以前的制造业比如说你还有不少日本公司或者欧洲公司 他的自己人国家人口不多 但是他是享用了全球的市场 他的产品可以销到全球去 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智能时代 这些科技公司他往往是利用自己国家的一个先发优势 那为什么他自己国家有先发优势呢 因为这些产业这些商业模式 用户都是用户和数据都是非常关键的 用户多了他的算法就越好 用户多了他的这个训练就越好 他的这个流程就越顺 他的这个内容 你如果是内容公司的话 社交媒体他的这个流量效应越大 对 内容就越多 他往往是这个同样的可能在法国也能够做出一个这个社交媒体公司 但是跟美国社交媒体公司他可能就完好几个月 甚至于完几年 他能够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 同样的这个渗透率的话 美国的这个社交媒体他就有更早成功 更早盈利 更早把他的这个算法训练好 然后他在自己国家成功以后就可以打到欧洲去 把当地的公司都灭了 那这其实就是美国这些互联网公司 这些平台公司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轨迹 也是中国公司 中国公司他可以灭了其他国家公司 但是就灭不了中国的公司 为什么?因为中国的话有的时候他的这个比他还快 有像这个我们美团卖快递 或者像我们旅游行业 我们的规模比他还大 他进来的时候已经发觉中国已经养成了很大的公司 因为中国只有1%的人口就是一个很大的规模 那比美国的这个规模速度还要快 所以中国也有这个实力去把培育这些这样的公司 然后去到其他市场去 那未来确实这样的这个信息平台的话 它的规模效应比以前更大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口的优势就会更凸显出来 那未来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说的像这种高铁啊 这种这个航天啊 这更需要一个大国才有这样实力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中国现在确实是受益于这样一个人口规模 那未来的人口规模 中国跟美国显然是最强的 但中国跟美国之间的竞争的态势不容乐观 因为中国的人口每代人减半 现在中国的人口 年轻人口规模比美国还多一些 多一些 但美国有吸引全球的人才能力 所以它还有可以要加一个倍数 可能加一点几倍或者两倍的倍数 但中国的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是每代人在减半的速度在衰减 可能再到一两代人以后 中国的这个人口规模的优势就可能还是会被美国超越 所以这个是应该说长期来说这个是中国这个竞争力的一个关键 那即便我们每代人减半 我们减到五六亿人 我们不是还是跟他有同样的竞争力吗 我们的人口数量是差不多的 实际上就是美国它的开放性一部分弥补了 它的人口规模比中国的一个差距 它在它的人口当中移民才达到创新的最强的这些 比如说企业家科学家当中有一半是移民 所以它实际上把它人才实质放大了一倍 所以中国现在年轻人口是美国的三倍左右 但实际上它的优势没有那么大 其实是可能是一点几倍 所以近期的话我还是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的 这跟其他经济学家的一些观点还不完全一样 就未来的十年二十年 中国的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是会继续赶超美国 甚至会一度超过美国 但这个优势也就一代人 一代人以后中国的出生人口现在九百万 马上就到四五百万 四五百万其实就跟美国的现在的出生人口差不多了 所以一代人以后我们大概跟他的出生人口就一样了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还是有吸引全球人才能力 再加上这个他的这个能力的话 那美国的创新率就会超过中国 到真的到五六亿人 中正到再过一代人 就到六十年以后到本世纪末的话 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五亿人 那跟美国那时候的人口差不多 美国现在是接近四亿嘛 到时候也是五亿人 但如果不看总人口 看年轻人口的话 那可能只有美国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五亿人口还真的是 没法跟他的这个五亿人口比 因为他的美代人是平衡的 我们那时候五亿人口就是四二一的结构 那我们的年轻人口就会少很多 那个时候就完全是没有办法跟美国和印度相比了 印度当然说现在他还没有进入到一个创新型的经济 但他的年轻人口是中国的三倍 那这个他总人口跟中国差不多 但未来年轻人口就是中国的三倍 但新出生的人口每年就比我们出生了多了三倍 那几十年以后印度也会进入一个创新型国家 那他时候庞大的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的人口的话 就会成为他的一个优势 那未来就是中国可能一两代人以后 就把这个全球最强的这个创新力的国家可能就让位给印度跟美国了 明白了 我记得您之前采访提到说 美国的这个企业家和科学家 工程师等等这个群体 他有一半是来自于移民 比如说可能犹太人或者是哪里这个人过来 那我们好像是自己造人才 比如三亿里面有几千万的多少亿的年轻人 然后但是他都是本土文化自己孕育的人才 但美国的可能同样是这个 但是他有一半可能是来自于全世界的人才 这有什么问题吗 比如说我就特别想问 从创业的角度 中国就我们自己孕育的人才会出现像马斯克乔布斯 或者是这种极具冒险精神的这样的创业者或者企业家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的话 同样具有非常强的创造力 跟美国相比呢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差别不是很大 普遍来讲中国的学生的理科能力是强于美国的 这个平均能力 但是如果是顶尖大学对顶尖大学比的话 那确实美国的顶尖大学的学生的话 他知识面更广 因为他有多两年的又摄出不同领域的东西 那中国可能这些学生至少在高考前 除非一些极优秀的是包送 叫这么直升录取的 就是免试的这个例外的话 大部分人就受到高考的拖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个差别不是很大 另一个差别就是全球视野 就是它的这个是面向全球市场 它一做就是做全球市场 那中国这个过去 因为确实中国的自己的市场更大 它可能是先立足于做中国市场 但这个差别也不应该是很大的问题 那现在的年轻人我发现他的全球视野非常不错 那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像拼多多这种的话 他也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全球市场 包括自己啊这些 我现在未来的年轻人 他只要是保持他的全球视野 而且保持他广泛的一个兴趣的话 我觉得同样具有这个创造力 这个主要是因为增长慢了以后 这个企业都不怎么招人了 你创业的风险就很大 万一失败了就找不到工作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就仅仅这样卖了 这些企业呢就比较保守 不愿意去投资新的项目 你这个新的技术呢 企业就不太会去考虑去运用 这个是一个 就经济增长慢的话 对年轻人的创业 这两年应该可以感受到 就现在的这个大学毕业生 或者现在的二十几岁的人的机会 肯定不如这个80后 能这样的那时候的机会那么多 这就是人口 会带来机会方面的一个弱化 因为它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降了下来 明白 您也聊到企业了 这个聊聊协程吧 因为我听说协程有一个政策是生二胎 或者生孩子的妈妈 她可以领到一笔额外的特殊的 来源于企业的一个福利 从生孩子开始第一年领一万 一直领到这个小孩五岁 领五万块钱 然后呢也公开有一些报道显示说 您希望拿十个亿来进行这个活动 然后在企业内部鼓励大家去生孩子 这个事儿到底在内部 从就职员工的角度来讲 它的反馈怎么样 然后做这个事情仅仅是为了 以身体力行的去鼓励其他的企业也照这样做呢 还是它背后的生意是什么 对 这样的措施应该是很多措施里面的其中一个嘛 就我们公司作为企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 其中之一就是要营造一个家庭友好的 这样一个工作环境 这就包括我们给孩子的家庭发一些孩子的奖金 刚才也说的 不多 我们加起来几万块钱 但已经高于很多的地方政府的补贴了 对 但这个作用应该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究竟还是不多的 比起我们刚才说的要几十万 那还是很少的 其他方面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一些措施呢 就是我们第一点我们不强调这个加班文化 另外呢我们也是说我们甚至于说你不需要每天到公司里来上班 我们有一个灵活办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工作制度 三加二 所以有两天时间可以在家办公 对 这个也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这个是就是 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员工的 女性员工的话 如果需要动乱或者一些生育技术 辅助生育技术的这样的一些报销的话 我们也会给予这样的一些福利 所以综合的我们是希望营造一个对家庭 尤其对女性跟人家友好的一个工作氛围 明白 我对这个三加二还是很很感兴趣 因为好像国内很少有公司这样做 三加二我看网上的资料是讲说 星期三他有一次申请在家办公的机会 星期五有一次申请的这个机会 您可以给我们讲讲具体的这个企业内部的这个政策吗 对 这个政策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周三或者周五 这两天时间可以可以在家办公 这个已经是我们其外面员工 绝大多数员工 那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 去允许他只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这个我们一开始大概是两三年前做的话 一开始还是有不少争议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都会担忧是不是在家办公的话 就可能就是在家休息 我们但是我觉得这个从逻辑上来讲 确实是不会影响效率的 因为你一个人在公司的工作有多少时间是 需要跟其他员工沟通的呢 对吧大部分时间至少一半时间吧 是可能是独立的完成的 对吧那做一周两天的时间 如果你安排得好的话 那不独立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放在周三周五就行 还有就是你即使是要跟同事沟通的话 有多少时间一定是要面对面的沟通的呢 现在很多的会对吧实际上是你是个厅嘛对吧 你可能远程参加是同样是可以的 还有的就是打个电话对吧 网上这个微信沟通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真正需要面对面沟通的不会超过一半的时间吧 所以如果是大家都自己不是说有个摄像头在你在工作 或者有摄像头不在的话你就不工作的话 那其实是完全是可以安排的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猜测 究竟工作效率高不高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嘛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实验 那个实验的结果也在这个顶级的这个进气阶期刊上发表 就是说我们把大概几千名员工作为一个实验的对象 其中一半的话随机的就让他在家办公 一半的话随机的就没有在家办公 还是像原来一样 然后比较他们之间的一个绩效 结果发现绩效其实是没有影响 而且可以有选择在家办公的 他的满意度提高了很多 他的这个优势率也降了很多 那绩效怎么看呢 当然你可以看一些硬的指标了 你可以看他有多少时间去在网上 或者是回答客户的问题 或者回答员工的问题 或者写了多少行程序这些 也可以看他最后的季度跟月度的年度的考评 其实都没有影响 所以还是比较严谨的 而且员工的受欢迎程度实在是太高了 那些没有随机可以有一个选择的话 都在抱怨 什么时候都到我们 然后我们就很快的就在全公司 推广了确实是看到我们的HR 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有了以后 我们招人实在是太好了 这个以前招不到的 或者以前很多这个非常好的这个人才 他们的吸引力对他们的吸引力 我们公司一下就强了很多 所以综合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希望这个对大家可以多研究一下 多到我们公司来交流一下 希望更多的公司能够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是一个三营的就是不光是企业其实得到了好处 员工当然也得到了好处 整个社会就是他环保也更环保 减少通勤时间 员工省了这个通勤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跟可以跟家庭在一起 他的满意度提高了 对生育率其实是有帮助 当然这个还太早 还时间不长 我们还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数据 梁老师我使个坏 这为什么是这个周三和周五 为什么不是周四周五 我们正在做这个实验 说是不是我们就三天在家办公 这个就是周二周四周五 三天在家办公 周二周四 周三还得来一天 这个不知道会怎么样 可能就是你自己独立工作一段时间 你可能还是需要跟员工沟通一下 反过来跟员工沟通一下 再自己独立做一段时间 我们还在不断的这个尝试 就是大家习惯以后的话 就发觉整个公司的话 这个方面的一个好处会逐步逐步会显现出来 那技术上的这些支持系统也更完善 我们现在的会 全球开会 其实根本就没办法现场 所有的人到现场 这个几乎可能了 我们全球开会 本来就已经是需要很强的 这种SOOM 或者是这个会议系统来做 所以你在家办公 像我现在对吧 有的时候一边在国外考察 一边的时候要去见客户 但是同样又参加各种各样的会 那这个就是在路上办公 就边旅游边办公 这种形式的话会变得越来越突变 效率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真的需要面对面沟通的确实是有 就是比如说就是要谈心 对吧 可能一个季度一次关键的员工要谈心 谈心的话可能他对你的这个body language 就是对你的肢体语言 需要看见 那这个谈心的话可能这个面对面的话会效果更好 那有的时候见客户你不得不面对面去见 自己员工就简单一点 视频也可以 对啊 见政府的或者见客户那面对面可能还得去见 这样反而是对于我们这些既要兼顾对外的沟通 要在屋内开很多会的话 其实效率是提高了非常多 明白 以前听说这个Google 就是人家就可以做到这个员工就不来办公室 当时我是一度是非常的羡慕 但是听他们的员工告诉我说 外资企业它往往是因为它提高筛选门槛 很多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包括学历比较好的 所以它是提高人才密度 让人自觉的去即使不来办公室办公 也能够有非常高的工作效率 可是当我们谈到说协程有这样一个政策的时候 我们都很忌妒 觉得说这协程是大公司 每年那么多的利润 他拿10个亿来做这个事情 对他来说是一个轻松的事 那放到中小企业身上 他还处在一个拼搏的 要通过杭州很多公司 他需要晚上通过熬夜 包括电商 要加班的这样一个高强度的工作的时候 是不是对他来说这太乌托邦 太理想化了 是不是对很多中小企业是没有参考借鉴意义的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中小企业肯定需要更多的工作时间 我这个倒是认可的 可能确实可能40个小时 就创业性公司40小时不够 那是不是一定要在办公室 反而在美国那个时候有很多小的公司 它几乎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的 它就把全球的几个人在一起 然后他们在远程的互相交流互相工作 因为小的公司反而是 你到底出不出力干了什么事 是没有和什么争议的 就是一目了然的 几个人几十个人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难说 到底是哪种组织形式是更好 有些地方有些小城市 比如说南通这种地方 我们其实很多员工既是有这个选择 他也是选择到公司办公 因为他其实到公司里 也就是20分钟10分钟的一个车程 他觉得公司里的环境更好 有更多员工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社交等等 但像北京上海这种地方 我觉得这个通勤实在是太通 但是上班时间太长了 一个小时地铁 对这个时候能省不少时间 我觉得更加灵活办公的方式是反而更好 所以它是两件事 您这么一说就是在办公室办公跟工作时长 这是两件事 理解了 是啊就是主要是个通勤的时间的事 明白 那我再调个事 这个在家办公会不会倦怠呢 或者说比如说跟家里一会儿 孩子要可能也有个什么事情 包括这个可能陪伴父母去买个菜 或者是他就他有很多生活的杂事 跟他的工作融在一起 这个时间长会不会滋养团队的惰性呢 那当企业转型 可能阶段性的我们需要狼性文化 需要撸起袖子 怎么咬紧牙关的时候 会不会这个团队就回不到当时打仗的那个状态呢 嗯 我还是 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混合的是最好 如果你一长段时间不跟你的同事面对面见面的话 确实是可能是有一些疏远 就是他这个文化氛围会弱一些 但我觉得这个经常比如说每周见一次 甚至于说我们现在搞团队活动就一点没少 比如说搞团建活动啊 就是说我们一起去比如说国外什么地方 或者一个旅游圣地去开会啊 让大家在一起 这个就一点没少啊 这个其实是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一个不足的 我们看就你刚才说的就是确实是一些家里的事会不会干扰 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也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好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发觉这个在家办公的这些员工的话 他其实在周中的话 周三周五 他的工作时间确实会少一些 那中间可能是他有些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接孩子啊等等 但是总的时间并不少 因为他有一部分周六周日的时间 他反而之来 要工作 要完成 所以他更加灵活的 调配 安排他的时间 对他来说是好的嘛 他可以把更有自由度去安排他的生活跟工作的 了解了 我想进入到一个更大的议题就是老龄化 想跟梁老师交流 因为我看之前在集中行业的时候 我看张超博士的这个报告啊 他讲15到60岁 这个叫劳动力人口 可能从经济学家的视角 每一年呢 这个劳动力人口是有500万的速度在减少 可能这个数据不准确啊 可能是18年的文章 那60岁以上呢 我们就定义为老年人口 可能老年人口 是不是前两天的公布的数据已经到了快3个亿 2.9个多亿 这样一个数据 那 外界普通老百姓认知中的老龄化 除了说老人增多 这个可能养老的负担加重 他还有对一个社会有什么深刻的这个变革 就老人增多这件事情 嗯 对 其实 刚才讲了 就是从需求层面 就讲了一些就是 老龄化以后 人口减少 尤其是年轻人口减少的话 他整个经济的需求会减弱 没有这么多人买新的房子 这个增长 跟需求会减弱 没有这么多新的这个投资的项目 那这个对创业的机会会受到影响 这是从机会层面 另外呢 从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层面呢 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为呢 就日本是比较明显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嘛 就是那个时候日本出现老龄化 他的少子化是50年代 他影响到他年轻人的这个老龄化的话 他其实是20年的延迟嘛 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的年轻人就发觉他晋升速度开始慢 以前这个七八十年代 他可能还有三分之一的人 他才在30岁以前可以升到一个 什么小朋友经理啊 这个主管啊 那后来到发觉这个就各位说 他的三十几岁基本上 就只能在底层打工 这个很明显嘛 因为他的师哥 他的师兄很大一个人群 师叔 然后他是一个小的人群 然后他的师弟师妹 是一个更小的人群 他后面和后面的人 他的这个得到的历练 他的这个视野 或者他掌握的这个社会资本 他的钱也少 所以他的这个活力就会下降 所以年轻人的活力下降 实际上对创业是最有影响的 因为创业往往是需要30岁的人 因为你到了四、五十岁 家庭有孩子了 你不太愿意冒风险 而年纪轻的人 他是可以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去创业的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职位很低 你的钱也很少 你的社会资本也很少 社会关系少的话 那你其实创业的活力就会下降 这个就是说 那反映到 就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口结构 我们知道80后是一个很大的人群 就80后的 就是你的师哥 你是93嘛 你的师哥 你的师兄就很大一个群人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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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是中间的一个 你的这个师弟师妹呢 也是更小的一个人群 所以呢 就是就这一群人的这个 就是尤其是这个 对吧 我们95后怎么样 他的这个晋升速度 他对在社会上的一个这个机会的话 就会比上一辈少一些 另外呢 确实是这个 你整个经济慢了以后 对吧 你如果是一个 这个下面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一群 师弟师妹的话 那你买了房子 那下面的 你比你更年轻的这个人情 接着你再买房子 那你的房子就涨了嘛 那你就享受到一个房价的功力 那如果你是一个 你是上面涨完了以后 你再买 那下面的人又没什么人 下面的人又没什么人买了 那你的房子就不会涨 或者是因爹 或者是你就是买不起房子 那这个是 所以这批年轻人的话 就会这个创业活力 就会影响 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一个创业 创新活力 当然中国没有那么糟糕 因为中国的这个 独生子女那一代的老龄化程度 那跟着比日本还是要好一些 那我们更担忧的 但是现在人口的下降 是会 现在比90年代的人口 又下了一个台阶 90年代的时候 我们是1500万人 80年代是2500万人 那现在最近两年 只有900万人 可能还会降 那又降了 那这个会影响到20年以后的 这批年轻人 这个创新活力 所以这个是对整体这个社会的 一个影响 就是他要考虑有多少师兄多少师弟 来会决定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这个 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地位 明白了 您刚才也谈到房子这个问题 我平时跟好多同龄的朋友聊天 甚至比我更年轻的 像我妹妹可能是99年的 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 哥我现在应该租房子 还是应该买房子 因为他也面临结婚 是不是他内心总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说 听说有一些经济学家 包括可能企业家出来讲 说这个再过几十年房子是白菜家 然后也听说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 可能东京房子是值钱的 但是一到郊区呢 是送房子 所以呢 这个年轻人心里都在想说 是不是我现在开始租 租20年以后 就 就人人都买得起了 我到时候捡剩下的 他就这样一个心理 这个思想正确吗 从您找到 我来求证 房价很难预测 我只是讲你个人看法 就是 对 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到人口老龄化以后 总体的房价不涨 但是有一些稀缺地段的 这个会不会涨 这个稀缺地段 就是东兴的核心地区 那中国呢 几个创新中心的核心地区 或者是几个最稀缺的地段的 这个肯定是有钱人吧 那可能还是有一定的 投资价值 总的来说 这个房价不怎么会涨 那可能是 如果是三四件城市 它人口流失 那就可能更会 没有很好的一个汇报 还有一个就是在家办公也有关系 就是现在看来 如果你一周只需要去公司 两三天的话 那你可以住的稍微远一点 那你可以就是上海 你不一定要住到市中心 你可以住在 甚至住在昆山都可以 就在高铁 十分钟 在一个小时 在苏州也可以 所以就大城市的周边的那些地方的话 也是会是一个比较年轻人 也是可以选择的一个地方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如果要投资的话 可能就是稀缺地段 如果是自己安居乐业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于年轻人 年轻人是喜欢住在大城市附近的 因为更多的人才聚集 更多的创新机会 但是也不一定要住在市中心的地位 可以稍微近郊的话也是可以 当然这个前提是 大家都学习协程 都采取了三加二的混合办公模式 我觉得这个是大势所需 二十年以后 不需要二十年 我觉得希望几年以后 也能够得到普及 谈到老龄话 其实一直都有一个话题 就是好多创业者 谈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的机会 养老 医疗 这词都喊了好多年了 可能十年前大家就在说 养老是机会 是给老年做些事 但是好像十年过去 大家也没发现什么具体的养老的 大的创业的机会 我最近跟有些创业者交流 他们谈到旅游 谈到房车 说美国的 或者说欧美的房车保有量是10% 平均10个家庭 就有可能一个家庭有房车 我们中国是万分之一 可能差一千倍 就说现在老年人口在增加 可能新近的老头 可能比如说他都是很有钱 或者中产阶级 他是有钱去购买房车的 包括我们高速公路也修好了 类似这样的机会 可能肉眼可见的 在养老领域的机会 年轻人可以去创业的 您认为还有哪一些 或者说我刚才讲的 类似房车这样的旅游的 它是机会吗 它是真的机会吗 就你刚才说养老行业是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词 就是它到底是具体至哪一块 就如果是看护啊 这些养老院啊这些的话 这些都是就是已经 独立生活能力已经有点缺失的 这样的一些老人 这个都是已经八十岁以上 现在老人都挺健康 那这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至少现在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还不是中国特别大的一个人群 或者特别有钱的一个人群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早 那你如果谈到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那这个就是六零后 那确实已经是开始有第一批 然后我们知道中国第一批 有钱的人应该是 可能是六零后吧 大部分其实是七零后 对 就第一批改革开放高等教育 受获益的这伯人 那他是刚刚开始变成一个 比较大的市场 就是六零后的旅游 也就是说六十岁人的旅游 那这个跟原来的旅游 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市场吗 也不是 就实际上细分领域是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不是说 重新做一个完全的一个 新的一个产品 新的服务于六十岁的老人 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 细分领域的一个旅游市场 一个产品 那服务于六十岁的老人 房车是另外一回事 房车的能不能起来 是决定这个整个 它的地管人气的地方 没有很好的酒店 但是又有很好的个自然风光 它通过房车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可能也就新疆 西部的某些地方是合房车的 那美国其实也就是西部这个地方 那当然美国西部的人口是比较多的 比中国的人口 在西部的人口要多 那这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总的还是有很多需求 那应该是说是细分领域 比如说这个细分领域 那我不知道消费品 有哪些是适合五六十岁 六十岁的既有钱又有钱 那这批老人的可能细分产品 可能也是会有的 也是会有的 但对年轻人来说 这个机会要抓住的话 你要去理解大妈的 大叔的这个需求 这不是很容易 人家可能四五十岁的人 也可以同样创业 对吧 我不说你这个年轻人 是只二三十岁的人 二三十岁的人 三十几岁的人 他如果要去做这个市场的话 他必须对他的这个父辈的 这个这样的一种旅游的需求 因为不是全新的一个市场 或者是消费品 或者是抖音 老年人喜欢看什么抖音 因为确实这部分人的钱比较多 他这部分人的这个规模 也要比现在的年轻人要大很多 你要做老年人市场的话 这个事情跟着我关系吧 不是说三十岁的人 现在只有1500万人每年 那个六零后就是2500万人 就是很大的一个人群 这个我们这六三年 一岁 都是2900万人 一岁就2000多万人是吗 就一岁 一年 61 62 63 64 这个原因我不讲了 63年是2900万人 现在就是现在的90后 95后是每年1500万人 那过去年只有900万人 就是这个大家要记住这个差异 所以你在一个比较小的人群 你当然是要去做比较大的人群的 生意 你就要先去了解他的需求 受大妈的这个需求 明白 当然这社会有一定的包容性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确实他的这个 让他们有更多试错 学习的这个机会 这个协力也一样 整个社会也一样 给他们一个更加包容的心态 让他们能够去有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机会 明白 那我还想得到一个数据 因为前两天公布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已经达到了3个亿 那您觉得未来10年20年 这个数据会增长到多少 那中国的老年人就会差不多每年三个百分点的这个数据增长 增长吧 我看是到了2050年的话 可能这个抚养比就是就到1比1了 就一个年轻人抚养一个老人 这个当然这个老年人看你怎么定义 那然后到了这个本市基部的话 可能一个年轻人就抚养接近两个老人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 可能每年一百分之三到四的这个速度在增长 嗯 那也是说也许三个亿会增长到四五个亿 对 嗯 在10年20年 嗯 那我再想跟您谈一谈 就回到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啊 年轻人要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那这个里面旅游的赛道有什么机会呢 比如养老的旅游 那现在我看到大部分的旅游产品还是给年轻人去设计的吧 嗯 现在呢年轻人还是主流 但这些人的话尤其是 嗯 五十几岁的话 马上进入60岁开始退休的话 那他们的需求 现在应该说跟年轻人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们有闲 因为他们也有闲 他们去过的地方已经蛮多了 就至少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经去过了 那他们要去的可能就是一些深度的旅游 而且他们是炸堆的 他们可能有些什么主题 我不太清楚 嗯 嗯 我在外面看这个最喜欢这个拍照 最喜欢这个打扮 反而是这些大妈们 嗯 不知道大叔们跑哪去了 哈哈 在照相 大叔们可能炸堆去玩其他东西 我也不清楚 反正这个我不是那么了解 我们也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我觉得确实是有机会的 确实是有机会的 那他们当然你要理解他们的需求了 他们也是希望年轻的导游 或者带着他们去玩 或者年轻的这个旅游推销员 带着他们去做一些他们喜欢的产品 但确实是这个群体的话 是非常非常值得做的 而且非常非常庞大 就我们甚至于算过嘛 这个群体的这个旅游需求 可能能够在20年在一代人以后 就是我是说的就50岁以上的 这个人的旅游需求 可能占了整个市场的一半 明白 就有那么大 我跟这个足利剑 他属于老人邪 他的这个 可能这个张金康张总的女儿 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沟通讨论 他提出一个创业的 他认为是个机会 他说在日本有一种旅游形式 是四个老人组成一个团 但是他去的是一个乡村的一个景点 但是他可能两到三天 那他这个产品里面 他是做社交做内容 有点类似可能年轻人喜欢玩剧本纱 或者做个人跟人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很多东西 他一路上反正说说笑笑各种主题 然后导游会带着你体验尝试 反正这一趟回来 这四个老人感情特别好 然后 四个老人是四个大妈还是大叔 四个大妈 四个大妈 他就讲到说他认为国内可能也可以尝试这样的产品 如果说它是一个好的创业项目 那这样的产品有跟携程去合作的机会吗 比如说我是个小旅行社的创业者 我做了这样的产品 跟携程会有为他合作的这样的机会吗 我们携程当然现在是一个综合的平台了 就任何这样的产品都是可以放的 这是很多旅游公司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会员 也是完全是可以的 关键是产品方面有独特性跟创新 日本它的这些老人跟中国的这些老人 可能还不完全一样 我觉得中国的老人50多岁的 他更有钱更有钱 而且他对互联网这些东西也很熟悉 玩得很溜 而且很愿意去出圈去玩的 所以未来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如果我都知道的话 那可能已经是就是别人已经在做了 这个可能是非常值得去发掘的 当然这个东西也不说一下就会立刻爆发 因为这个每年他有对吧 1000多万的或者2000万的这样的一个老人 进入这个市场 这个今后 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看好的方言 就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这些人群会成为整个中国的 消费图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旅游消费群体 明白 所以年轻人我得出一个结论 年轻人应该去深刻的洞察和了解 这个阶段的老年群体的用户的需求 去做深入的调研 然后为他们去设计和开发一些产品 这是有机会的 是的 明白 那可能最后一个板块我想跟梁老师 聊一下个人发展和创业的问题 因为我看资料 真的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小伙伴 在看您的人生的阶段节点和资料的时候 都是震惊 15岁进入大学 复旦的少年班 20岁读完了硕士 然后98年投入创业 03年公司上市 07年卸任CEO去读博士 又拿到斯坦福的精确博士 感觉这个人生 这个剧本 这感觉您是下来刷了个本子 非常一路是顺风顺水 那这样的人生经历 就特别想问 到底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你是怎么看待的 比如说人一生下来 比如说像我们的智商 我们的可能算术的能力 这些东西是注定的 还是说个人奋斗 个人意志 还是这样的主要原因 足够的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 您怎么看待人生 回头看的话 您怎么看待必然性 跟偶然性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运气是相当一方面 而且你生的这个时代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说我 那少年班这些这个不说吧 这个少年班有的人 我认为也不一定是一定是很成功 就你我们创业 在90年代 那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创业时期 就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复制 就是即使现在这些科技的话 但比起90年代的互联网 就这么大的颠覆性 那个也是没有办法再复刻 这个只能实现 但跟其他的这个企业家相比的话 就我更愿意去尝试 就是人生方面 愿意去尝试一些不同的道路 这个倒是真的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可能在这方面的话 也是可以去做的 有些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他其实整个社会的这个条件 会更好一些 确实是让你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就是去不同的人生 不同的就是斜杠也好 就是选择多一个兴趣爱好 多一个这个职业生涯 这可能是一个一个选择 这是我能够给出的一个能够给出的一个经验吧 就是我03年上市以后到06年 公司其实是做的相当不错 甚至于说找不到自己的觉得有挑战的地方 那时候去做去念书 去念这个PhD 在Stanford念经济学博士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落差 因为那时候一个是要放弃很多实际的一个经济利益 其实是公司后来确实也出现一些问题 另外确实是要重新拾起 重新去做题 重新去做作业 重新去要参加资格考试 重新需要这个做很细致的这些这个数据论文 这些工作的话确实是很辛苦 但是确实是很有意思 因为是一个尝试一个不同的东西 也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独特的经历 那最后我就变成一个 我还做了一两年在北大交了一个经济学做了一两年的教授 就这个经历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第二个职业的一个经历 到后来当然研究人口了 那这个经历 我回头看跟我创业的经历 是不是有关联 是不是有这个 就是 synergy 确实是有的 确实是有的 那现在回头看是有的 因为我的创业的经历 使得我去研究 创新跟人口的关系 就我研究的人口角度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因为创新实际上成为经济 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跟以前人研究人口不一样 以前人研究可能研究的是这个养老体系为主 那我是从创新角度 那其实跟我创业的经历是有关系 那同时我在经济学里面学到的这种数据分析 这种实验这种管理的这种 把它用到管理上 就变成更加严谨的一种管理方式 这个跟我现在的这种管理风格也有关系 所以其实双方是两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 后来我去研究在家办公 这个正好是我们公司也能够做一个实验对象 人家就很现文 因为公司可以去做经济学的实验 这个也是正好能够串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年轻人有什么经验的话 就是你要涉足更广的东西 可能因为这个世界是本身的话 它的创新就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事件的连接 而现在的话我们的学科教育实际上是不得不 把每个学科分得越来越细了 所以你如果是只是一个领域去做研究的话 你因为你这个知识越来越多 你不得不越来越细 你才可能28岁毕业 所以你必须很专 但实际上机会是跨领域 所以未来的这个有机会的人 无论是结合旅游 还是结合互联网 结合人工智能 还是结合研究老人的兴趣爱好 这些都是可以不同领域连接在一起 创造一些独特的机会 所以就是要不断尝试这个新的东西 不断涉足更广的领域 这对未来的这个创新也是有帮助的 那这个是我的 我觉得我能够分享的一个 这个比较独特的一个经验 明白 那如果回看这样的人生经历 我相信它不是一路都是顺风顺水的 我相信当中有很多不为人知的 或者说可能媒体没有报道出来的 可能您自己知道的很多人生的至暗时刻 或者说阻碍或者说困难 当下可能被定义为某一个阶段性的小小的失败 您人生有至暗时刻吗 您如何看待失败 如何度过艰难岁月的 我觉得对于做创新的做创业的人来说 这个都是很有的 当然你后面回头看 那个成功了以后回头看 那都不算什么 你从这个 那时候从美国的Orago回到中国的话 那是落差很大 但后来创业 你从大公司创业收入 可能就不拿固定工资了 肯定是工作的辛苦程度 跟它的风险程度也是有影响 这个我想每个创业者都会接受 那我又去念书这个落差也是很大 就一下子你变成这个老师会批评你嘛 同学有的时候也不怎么认可你 然后大家 你这个比我们大很多嘛 你这个快40岁了 我们在20岁 那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那一开始不知道你是什么人 所以这个都是会有落差的 就是一开始你换到一个新的领域 确实一开始这个要重新爬坡 你肯定是很辛苦的 但是如果你能够经历过这一段 能够爬上去了 那你得到的这个风光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有多个领域的这个知识 这样一个独特的组合 就会让你有比别人 就是能够就更加创造性的一个发现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就是至暗时刻就是你换赛道的时候 明白它主要来与 你经历新的赛道的时候 挑战的时候明白 还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身边是非常多的年轻的创意者 那我也普遍观察到一种心态 在这个人生阶段 大家的主要的人生命题 就是通过创造 通过奋斗改变命运 那可是当他可能奋斗了十年七八年 他挣到了一笔钱以后 他会思考人生的第二命题 也就是钱以外的更多的意义 我想问您 因为您的人生阶段已经 如果说是个剧本 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 您很快就刷掉了 您此时此刻追求什么呢 这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都取得了 如何去定义未来的人生的成功呢 我觉得跟企业的追求 跟个人的追求都差不多 就是你钱是一个结果吧 就是你当然追求钱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实际上你是追求一种创造力 追求一种独特性 只有你做出一个独特的价值来 说你的这个企业赚得到钱 你个人也赚得到钱 而且你会实现一个非常高级的满足感 就是你不光是这个对吧 你享受生活 而且你确实有这样的成就感 你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产品 或者独特的一个想法 或者就是非常这个 我们说的更低一点吧 就是你一个这个独特的一个视角 独特的一个短视频 独特的一个观点 确实影响了很多人 当然你会带来很好的流量 但是也确实让人这些年轻人 改变了一些想法 对他们的认知有了提升 这些都是你独特的一个创造力 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话 就是会越来越对这个独特的创造力 会给予更高的一个价值 也会让你赚到钱 也会同样的让你有满足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肯定要不停的这个创造 即使你赚到钱了 你要让你的生活更有意思 你可能周游世界 周游世界可能也挺好 我也很愿意大家都把周游世界 作为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 对我们的生意就更好了 但周游世界可能也就是一两年的时间 你周游世界的同时 就是你可以想想 你还能够有些什么样的独创的一个观点 或者独创的一个想法产品 或者是一个独创的给一个做一个给人的一个思考 这样的一些能够创造一些独有的东西 能够让你感到更有这样的一种满足感 也是会对社会有独特的贡献 明白 我其实特别想让梁老师把高级的满足感 独特的创造力 这个话题再展开聊一聊 因为好像现在听起来 我觉得很多人很缺少 这个终极的理想的追求 或者说很多人到了一个阶段 他是非常的迷茫 他甚至觉得我过去的三十四十年 我没有学过钢琴 我也不会写作 我更不会拍片子 然后可能也不是一个设计产品的产品经理 或者沉浸在某一个技术里面的匠人 他可能觉得很空虚 人如何找到这样的高级的满足感 和丰富自己的创造性和世界产生链接 让自己可能五十六十七十的人生 仍然很充沛 特别想听您的答案 对我正在酝酿节目书 就是说你这个事情 就是怎么样说这个人生的意义 到了一定阶段以后 创造力成为一个最有意义 或者是最高级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当然对从社会层面来说 其实是很有好处了 对吧 如果企业去追求创新 国家去追求创新的话 那对整个社会就更加繁荣 那对个人来讲的话 一个是它确实是 就会带来更长久的一个满足感 那这个是我想可以不多解释了 比其他的一些这个需求 我把马斯洛的几个需求列出来的话 那创造力是在可能是最上面 另外呢就是它是一种 就跟人类的一种本能是更本源的一种 就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 一种本源的一个差别 就是它的一种创新跟传承 就是创新跟传承是要连在一起的 就是你创造的东西 要能够被其他人传承 就是别人在你的基础上 即使是不说给你钱 但是用了你的这个想法 用了你的这个创造的产品 能够继续它的其他的创造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维度 还有的就是它确实是需要 你有更广泛的一个连接 这个创造力就是说连接不同的 这个已有的这些事情 不管是这个零件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想法也好 或者不同的人也好 这个需要不同的连接 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人在那 就是在想就可以了 你还是要广泛的设计 去跟更多的公司接触 更多的朋友接触 或者更多的旅用 能够让你激发出这样的一个想法 还有的其实是说这个创新跟传承 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你这个家庭的话 也是要丰富多才 如果你有孩子比较多的话 那你在五六十岁的话 那孩子比较多的话 或者你其实从年轻人 当然也可以你去接触年轻人 当然自己孩子是最容易接触的 其实他从这个孩子那里 也可以得到很多这个新的想法 新的满足感 还有就是这个它是一种 我觉得是训练你这种思维的 就是它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你要快速的这个吸收更多的这个知识的话 这个人那个终身学习是有关系的 你要快速学习更多的知识的话 那肯定是课堂里不够的 把你那几年的课堂里学完就学完了 那你在工作的时候 或者生活的当中 你要涉及更多的这个学习更广泛的知识 那你这个要在工具层面 在一些基础的这个工具 就是人工智能或者是统计 基础的这些技能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掌精 那学好了以后 那你其实是可以自学到更广泛的领域 就是有一些东西的话 但其实现在这个网上的课也很多嘛 你只要有基础的这些技能的话 包括数学 包括这个统计 包括的一些 有些可能是英文 就语言的能力各方面 都能够达到一定的水平的话 其实自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会更开阔 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 把他们融会贯充起来 就能够可能有一些独到的一个想法 跟独到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个创意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其实不光是这个我说理科生啊 我们说科学家 其实这个创新的群体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从事这个创新的活动 虽然人工智能能够提高创新的效率 但人工制度更多的是把那些 不是创新的工作给替代掉 那剩下的工作其实创新是越来越多 不光是这些科技方面的创新 其实文化方面的创新也是非常有机会的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为 比如说60岁的老人去想一个创新的产品 那可能不是创新的在科技方面 那可能是一个这个这个 文化创新的一个文化 对吧 可能是跟着繁花去旅游 那么你作为繁花的一个创造者 那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新的故事新的文化新的潮流 这个肯定是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机会 那人类未来就是有很多的闲暇的时间 然后怎么样去创造性的去享受这样的闲暇的时间 这样也是非常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些就需要你又不断的去尝试新的一个动力 首先在理念上从观念上去要有一个不断的尝试创新的这些活动的这样的一种动力 另外呢还是说你在知识面上要非常广泛 这个是终身学习的最广泛的一个知识 还有广泛的这个兴趣 可能还是还有个全球视野 对吧 我们中国人口不行了 那你可能就要做 不得不做全球人的生意 全世界人的生意 全世界年轻人年纪大的人的生意 那你可能要全球视野 也可能到全球跟更多的人去交流 更多的文化的沟通 这些都是有帮助 所以应该还是很多机会 很丰富多彩的一个机会 很丰富多彩的一个创新的人生 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这个创新人生当中取得自己 这样的一种意义跟满足感 明白 想跟梁老师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去年的六七月份 因为我的老家是河南 我爷爷在河南长大 当然后来所有家庭跟着国企到了陕西 那我的老家还有很多的亲戚 我有一个妹妹 在河南的农村参加完高考 然后填报支援我们通了个电话 当时我就感受到 他有非常多的不改 比如说他会觉得去上海他不改 他觉得他去不了金融行业工作 他觉得人生有很多可能性 可能受限于地域 或者是文化或者环境 或者是可能是教育体制的教育方式 我发现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他的组成是比较复杂的 大家来源的背景 很多是可能农村地区 三四线城市 小镇青年 当然也有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的富裕家庭 他的事业很开阔 所有的年轻人聚集到大学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拼盘 是一个很复杂的组合 真正我感觉困住很多年轻人的是 思想根源层面的不敢 我觉得那距离我非常遥远 我们刚才聊到的很多机会 您说技能层面的 我觉得我们学英语 我们去人工智能 我们接触非常多的这些新鲜的事物 这个人生是充沛的 但是我仍然想说 他是对某一些小部分年轻人来说是充沛的 可是所住中国青年的大部分 还是环境所带来的思想上的这种不敢 请问我特别想让您给今天的年轻人说一些话 我觉得首先还是 我还是回到我们最原本的话题 就是首先在经济上 政府我还是要呼吁要给年轻人更多的支持 就这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二三十岁的 就是二十几岁的 他经济放缓以后 他整个的财力比起上一辈人 那师兄们要弱很多 但是他是正好是中国经济最需要他们 发挥创造力 包括成家立业的时候 所以他们需要经济的支持 如果你说到上海去 如果他没有租不起上海的房子 对吧 如果是其他经济上根本不允许 那就免贪了 那不是不敢不敢的问题 那是可能是 那有没有这样的能力的问题 所以经济上一定要给他们足够的支持 这是一个前提 那如果经济上不是个问题的话 那敢不敢就不是个问题 那其实现在的上海 或者现在的上海 要比九十年的上海 要安全好多啊 就是零尚环节 包括日安要好很多 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就是你要能够去经历 尽量趁年轻吧 经历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即使如果不是说 一定是说是在上海 一定是大城市 但是在一个比较发展快的 一个创新型的这个企业 那可能是更有这样的一个历练的这个机会 那我们当然从社会层面 就是我们公司层面 我们也是个大公司比较稳定 但是我们也是要尽量给年轻人 那个晋升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独立的去尝试一些东西 能够即使是犯错也没有关系 所以整个社会有这么样的包容的一个心态 那年轻人 这一代的年轻人的话 他确实是需要这样的一些支持 需要这个态度上的支持 而且他需要自己 就是确实也要能够有这样的 一个动力 就是这个意愿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因为现在整个的社会资源是充足的 整个社会是有足够的资源去支持年轻人做这个事 但这个政策要做到位 如果有了这些支持以后 这些年轻人的话 确实是可以成为未来的中国的创新的这个中间力量 当然创新每个人的话 他真正的成功者还真的是一小部分人 就你不要害怕失败 因为确实失败是一大部分人 大概的 但失败的代价没有以前那么大 叫做我们的整个社会的保障体系还是在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如果即使是你这个创新失败了 成功了我就不说了 成功了 你可能各方面都有 即使失败的话 你得到之前的历练也是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你这样的一个丰富的就刚才说了 你要涉足更广的领域 要更丰富的知识 即使你是学某一个专业的 也要比如说金融财块的知识 或者是你这个科技的知识都是应该有的 那这样那些知识的话 不仅仅是为了你创业的成功 你创业其实没成功 但你作为一个生活在这样一个复杂社会上 当中的议员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你如果未来是要投资 对吧 未来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一个父亲母亲 一个家长 或者是就是你找对象 你可能这样的丰富的经历都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个有趣的生活 对你自己有好处 对你组织家庭找对象 各方面都是有好处的 就是人生中的话 不光是仅仅是一个创业奋斗 这个当然是很重要 我刚才说了 这是最大的意义 但即使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即使最后的结果 没有你想象那么好 在这个结果当中 你所积累的这些知识 这些经历也是非常宝贵的 因为其实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 你即使是做一个任何一个工作 或者是做一个任何一个家庭成员 或者成为一个好的公民 或是一个有趣的人生 都是需要这些广泛的这些知识跟技能 跟一个不同的一个丰富的一个经历 所以我们社会要还是回到了 我们社会要给年轻人充足的资源 充足的包容性 让他们去尝试 明白 梁老师可能我们最后还有10分钟的时间 差不多 嗯 我有准备了20个快问快答的问题 当然希望您是 当我这个问题比较快 都很短 我希望您最好是一句话 或者是顶多两三句话 我们有这样一个互动 好吗 好 好 现在开始 第一个问题 对您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叹一口气 对 OK 我可能还得重新开始 最近看了很多创新方面的说 对 这个 那个 我现在的影响比较大的就是 还是 就是它是讲这个创新跟这个进化的一个相关性 就是它有类似的地方的一本书叫技术的本质吧 对 就是实际上是创新的本质 对 对 对 以前的这个知识可能就不太多 我都影响最大的往往是最近的一本书 好 谢谢 回答有点长 没事 第二个问题 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电视剧是什么 或者您最喜欢的 很少看 很少看电视剧 没 这 嗯 我只能说好看嘛 看完的 看完最长电视可能是全力的游戏 但是 这也是个答案 很少 最后看肯定看过什么三国 但没有 明白 明白 如果您出生在1990年 今年刚好34岁 您觉得您会在什么行业去进行创业 哦 哦 现在是1996年 90年 如果您出生在1990年 现在 现在34岁 您会在什么行业进行创业 哦 我现在肯定是在人工智能方面行业了 就人工智能可能重新去做塑造某些行业 明白 因为随着这个技术的这个颠覆的话 那肯定会有更多的气氛 明白 您最喜欢的历史人物是谁 最喜欢 我其实办过很多历史人物 中国历史人物基本上都办过 可能苏东坡什么都办 苏东坡曹曹曹是我最喜欢的 明白 您有偶像吗 偶像 那现在是Elon Musk 您是偶像的 了解 您工作之 您工作之余的生活 放松的方式是什么 我现在还经常去打些桥牌什么的 嗯 当然运动也是游泳 旅游泳啊 打高浮球的 嗯 您会鸡娃吗 呃 我不会 关心孩子的分数吧 当然我孩子已经大了 呃 但是 会 鼓励他去 多发展一些知识 或者设计更多的学科 嗯 您能接受孩子是一个将来是一个热爱生活 但是可能相对平凡简单的人生吗 对但热爱生活最好是一个丰富的生活 我不知道这个热爱生活 它应该就是丰富的生活 因为人不喜欢单一的生活 我相信这是人的本的 所以希望他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就行 嗯 但不一定要求他一定有做多大的企业 挣多少钱 不会这样去要求他 或者是期望他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两者是相通的 他如果是有丰富多彩的生活的话 他赚到钱的可能性也更大 明白 嗯 如果人生重来一次 您还希望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吗 呃我希望再做一个什么学家 哈哈哈 呃比如说艺术家 是不是 嗯 明白 这个不容易 嗯 今天的世界范围内的企业 除了协程 您最喜欢的企业和企业家是谁 呃我刚才说过 这个 伊隆马斯克 当然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个确实是 在中国的话 也有很多 那非常 我觉得值得尊敬的这个 这个企业家 这个 这个 名字 很多了 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企业家 他其实 啊 觉得比 美国的这些企业家 他更 努力吧 就是更 他更具有这种 克服困难的这种精神 嗯 您交朋友最看重的素质是什么 我觉得 第一是有趣吧 当然前提当然 都大家都是这个 就是有信用 这些有信用 但我们的朋友大多多都是有信 啊 但除了这个就是 最重要的是有趣 有趣 嗯 您认为完美的一天应该如何度过 我们肯定不是一天来的 肯定一年来的 一天你往往只是专注做一件事情 当然你最有成就感的还是说 你突然那天有个很 有意思的想法 然后又把它这个 能够 对你未来的这个 工作有一定的指导 好 这个是一个最 那最最有成就感 明白 当然这个不是每天的 这个这样的天数不多 最好是你在玩得非常高兴的时候 你在旅游途中 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party上 有了一个非常创造性的想法 这就比较完美了 什么都有了 明白明白明白 在电梯里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份商业计划书 这个电梯里有一分钟的时间 他应该怎么做 他应该说什么 有可能会打动你 他要把他的这个独创信用一分钟讲出来 这个是不容易的 但也确实是有可能的 他当然不能讲 没有时间讲他个人的背景 或者怎么样有这个想法的 或者未来的执行计划 但他要把它创意 我觉得用一分钟是有可能能够讲 一个独创的创意好的创意 是可以在一分钟内打动人的 那您不具这种可能性对吧 是是是 一句话 三四句话都有可能 是吗 嗯 世界上有这样的事情 就是一讲这事 哇这事太棒了 这事 是有这种事情的 你说我们公司 那么肯定 99年的时候 一句话就讲清楚了 对吧 这个没有 不是一句话 就两三句话就能讲清楚 明白 您最喜欢的世界上的城市是哪一个 肯定喜欢这种大城市了 我觉得上海是可以是最喜欢的 可以是最前面 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家乡 一方面确实是它是最新的 但是又有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底蕴 一百多年的这个历史 两者结合起来 明白 在过去的这一年 2023年 您收获到的最大的一个认知 或者收获是什么 我在人工智能方面 我确实是做了一些深入的思考 就对未来的这个社会会有什么影响 我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 人工智能反而是放大了创新的重要性 因为人工智能不可能完全取代人类的创新 人类也不放心给人工智能创新 人类而且创新的乐趣也不会让给人工智能 还是会自己去创新 所以未来创新的活动会越来越大 创新反而是被人工智能放大 所以跟钢铁侠一样 让人工智能去辅助自己去做创新 对 请问您 以您的人生经验 做人做事有没有一直秉承和坚守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是会有变化的 这个10年前跟20年前会有变化 那当然现在我觉得 因为确实是在这个地位 我确实是想做一些独特的贡献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贡献呢 确实是跟自己就是跟相关的 就你的贡献不能全部撒给这个 就是整个社会 你每个人发一块钱、两块钱 是没有什么意义 就是你的贡献也是要说 你能够独特的角度给他们一个贡献 比如在旅游领域 我们比如说乡村振兴啊 我们怎么样 我们能够做一些贡献 这是我们作为一个旅游企业 能够发挥的一个独特的贡献 其实这个问题是想问您 有没有那样一句话 是指导自己的人生不走弯路的 比如说守正出奇 比如说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些原则 他认为信条对人生是重要的 OK 那还是说就是这个你要做唯一的东西 就是还是说你要做确实是独特的一个创造力 如果跟别人一样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意义 明白 2024年请您许三个愿望吧 三个愿望 一个当然是人口政策会有一定的推动 就是我们年轻人更多的福利给他们 另外一个是入境游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公司一直在推动入境游 入境游很多痛点 然后让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 对中国经济 对对外交流都是很有好处 还有第三个 就是我对创新方面的一些哲学思考 就刚才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回答的不是太好 就年轻人怎么样说 把创新作为一个高级的需求 回答很好 明白 我看前两天Vision Pro在已经发售了 那这个VR设备的或者说这个VR生态的进步 在未来五年会多大程度的去抢占 线下的旅游的这个市场 我觉得这是更多的一种preview吧 就是它会就是让人更有动力去享受一些其他的 这个去旅游吧 就跟微信那时候也是一样 就会促进更多的旅游 至于是为什么它完全 还不能完全替代真实的旅游 一个是人对人的这种交流 比如你要去找一个朋友的话 那肯定还是要 或者是找个女朋友的话 会需要面对面 另外还是说它的交互性 还是跟真实的场景是有差距的 有一个比较使坏的问题 如果您的孩子不想生孩子怎么办 那就要不叫微逼理由 就是给自作的资源 然后要从更重要的 足够资源可能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 但是确实是你要从哲学上 就是开始回到你刚才的问题 人类上 他怎么是说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成就感 就是为什么创造也是 创造是为了更高级的一个成就感 其实生孩子也是 生孩子也是一种更高级的一个成就感 他要是不听这套话术呢 那我回去重新再想 那是什么办法 明白明白 最后两个问题 您未来20年想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20年也很长了 我觉得未来可能5年10年吧 5年10年的话 我觉得鞋生还是有希望在全球市场上 能够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品牌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抓手 是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到中国来旅游 因为中国是作为一个世界上最 应该说是最发达的一个 又是一个最具有自然风光的一个 应该是能够吸引好多人来 所以这个是其中想做的 那当然20年以后 我希望中国的人口政策 不像我们去预测的一样 现在预测的一样这么糟糕 能够在政策推动方面 能够起到尽快能够有一些实际的措施 来给年轻人更多的支持 其他的我不知道 我还能够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创新吧 这个我可能还是得不断的努力吧 现在肯定想不到 但我觉得还是有足够的时间 我要去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一些东西 我看到有话剧还有科幻的一些作品 那这方面的探索会持续吗 这个不算大场性吧 就是说不同的形式去给年轻人 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意义 那我下周就会出一个短视频的话剧吧 就是叫 叫永生之后 也就是讨论人生的意义 跟生育传承的意义 这个是创造创新跟传承的意义 这是一个新的形式 那已经蛮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看的一个区 是最后一个问题 刚好您刚才也提到携程了 最后一个问题 携程有可能是一家百年企业吗 如果是那个时候的携程 您希望它是什么样子 旅游方面会不会有颠覆性的创新 我觉得可能是会有的 但是整体来说 旅游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稳定 也是比较长远的一个 因为长期稳定增长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们预估比如说现在 最大的消费人群可能三四十岁 未来五六十岁 甚至于说七十岁的人都会旅游 所以我觉得我携程还有相当长的 一个稳定的发展 但是这个我觉得三五十年 这个旅游会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一个行业 但更长远的这就很难说 这个我不会预测这么长远 对 嗯 好了我的问题结束了 谢谢梁老师今天能够接受我的采访 哎呀对聊得非常深入 也非常有意思 是吗您给我一个反馈 我的还行吗 我最近也做了很多功课 对这个话题的理解 跟了解深度都非常不错 我今天有两个比较明确的个人的获得 第一个是您谈到一个年轻人 他应该多尝试多体验他的人生的可能性 追求更丰富的创造力 这个是可能对我一个创业者来说 尤其近期可能面临一些小小的阻碍 这个去破局去让自己更勇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二您谈到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是有到这样一个人生阶段的一个心态 仍然是其实是跟二三十岁创业的时候是一样的 还是在拥抱很多可能性 这个让我想象到可能也许我五十多六十的时候 我仍然我希望自己是处在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很感谢梁老师发自内心 谢谢您 好的 好的 好 对我相信每一个有一个人又会有不同的经历 有些经历可能走一些弯路 其实回头看的话也是一段能够让自己提升的一个 提升的一个经历 一个机会 这个都是很难说这个回头看哪些经历是对你是有帮助 说不定是都有帮助的 明白 OK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